我们当时的网络 正常明明 中文字幕彩虹 开锅啦 没有我想的那么多热气 我好久没有拍看电了 哇 看一下这见状的蛙 游泳剑 呃 它们叫食报鱼 很多年前吃过一家叫木桶鱼 加热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底下全是那个时候 不跟你们讲了 先吃好把 哇 好嫩哪 我之前吃的一家木桶鱼 它只有那种 木桶 就那个清汤藤椒味 然后今天这家呢 它是有三种口味的 有一个酸菜 有一个藤椒 还有我后面的头顶上这个 麻辣的 可以根据你的口味调 你应该要的是中辣 我觉得没有很辣 它很香 炕香 你们知道吗 有辣椒多脆的那种 嗯 哇 这个蛙肉巨嫩 但我自己买的牛蛙 它吃起来肉就要老一些 那就从生的那种 行 朋友们 那个肉直接一抿就脱骨 肚口即化 倒也化不了 还有骨头 吃牛蛙真的要跟 最亲密的朋友来吃 因为真的很狼狈 你全程都在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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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让我品一下好吧 这种小鱼很容易有鱼腥味 它这个没有还可以 我们是现点现炸的 到上桌它花的时间非常短 但现在吃起来又嫩又入味 你们下次如果来吃这家 可以点一下红砂 没有任何缺点 除了贵 那是我们的缺点 它的油特别的香 牛蛙身上那个蒜拌肉 吃起来有点老 但今天这个蛙真的很嫩 我们今天还点了个前鱼 再也不跟它砍刺 前鱼很嫩 它就一定要重口味 处理的不好也会有泥腥味 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 短时间就是 记住那种非常高温的时候的 那个蒸汽 把它做熟 所以这锅里的所有肉吃起来 都真的是非常的化脏 非常细嫩 请你们吃 我喜欢它的锅底 我觉得它的锅底煮蔬菜 应该好吃 它是清淡的香辣味 吃起来又不会有负担感 它这个鱼 跟我之前吃的木桶鱼不一样 它是蒸鱼片直接包在水头上面 今天这个只有蒸鱼片是包在水上面 这个小鱼跟美蛙 它是吃起前炒好的 我们家经常吃这种小鱼 叫椒马鱼 你们吃过吗 这个就真的特别麻烦 肚子要轻轰 口感非常的棒 但是没味道 是旁边有辣椒麵吗 也没有味道 辣椒不香也没有盐味 有辣 这个纯粹是为了配菜 你们喜欢吃皮蛋吗 有 那你给我点 因为你喜欢吃 那你怎么知道 没有我做的好吃 你看我为什么点了那个瓷巴 其实我们想点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它上了瓷巴 看线打到我觉得还行 吃这个吧朋友们 吃它的别点 来吃的氛围 它的素菜是后加的 我觉得还挺入味的 你吃素菜你就能感觉到汤的香 它是很宝贝的 我要吃你们啊 吃粉丝博子 哇 好吃味啊 又爽滑又弹 我们今天点了前鱼 海三鱿丰 然后还有美蛙 每一个口感都很好吃 汤品好吃 什么都好吃 酸粉和窩笋煎 尤其棒 OK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希望大家看了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给我转发评论和抵赞 拜拜 下期什么时候 咱也不知道